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色略性的討論 那這個是我覺得 課題裡面最有趣的一章 它不是最基本的 但它是最有趣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章節是 我發覺我們當中訓練出 我還記得我第一名的課題的課程 我們三個學籍 一個學籍四個禮拜 其中一個學籍就是一個波論 我們教育都會是一本 一個教育都會是一本 一本英文書 代表書的 全部內容都是賽者 它只把個體經營去改寫 用賽者的觀念來說明 我們今天的時間非常短 我才是個團上不滿 我就要下禮拜把它佔用下禮拜一點點時間 但是 我就只有花時間講這一段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了解 現在 目前比較重要的一個主題 而且這是個體經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群組 我們的經濟系 基調經濟系 每個三個人 其實拿這個當中訓練 他們寫了一張專門做個研究 各位是為什麼可以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賽者的論文 它提供我一對治觀的結果 各位都還記得 而且從開始到現在 他們都跟各位說這個是治觀商品 而且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的資訊而已 但是我們經濟東西把它都拿出來 這是過去我們常說的 但今天的內容就是這樣 今天的內容是提供我們 是我們 似乎不可不可以 不這麼的吃官的東西 最重要的一個謀士叫求班困境 各位學生的包裝炸彈 像這樣講的一樣的意思 我還看過一個 現在非常 非常受到 過去是說我翻臉 不是他寫的文章 常常受到人家重視的一個 所謂的爭論家 現在 我跟我講看誰 他曾經把 現在的首長比你成 宋朝的 幫我的皇帝 你不知道在講誰 有人把 馬先生比你成從政皇帝 你都知道這一段 把他們站在裡面的信 就這麼一個 這個證文家 我去看過學生技術 我看過他一個文章 寫在裡面 寫來偷偷思照 偏偏他一看見 他那時候不是經學家的重視 所以他是用 不是經學家的重視 不是經學家的重視 來看這個東西 在我們看見有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點距離 就是 不是那麼樣的 純熟 從他比法來看 那我們今天就講這個 求班困境 同學要做的 可以回去 找湯文章 再來就找一次 看看怎麼樣說才對 那這個求班困境 是個模型 模型裡面就彈曲棚點 各位都要去看我們 在以前講 供給人需求的區分點 比較簡單 就是供給人需求的區分點 那就是區分點 那就是區分點 在這個求班困境裡面 有一個區分點 當然 它的概念 不是供給人需求的香蕉 它是一個狀態 那這個叫做 Nash Sieger Nash Sieger 是一個名字 它發明這一個模型 然後我們再把時間的因素 引進來 賽取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 有一些的情侶 是跟時間有關的 那這叫序列賽取 所以這個賽取就會 一段一段 行為就會前流後 裡面其實有 牽涉的威脅跟承諾 還有平衡 我先把結局講來選定 同學們聽完這一段之後 會覺得人性似乎 就是這麼樣的不堪 人們都是每天在算計對方 然後看對方有床漏洞 然後又被接光插針 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把別人自在想想 把別人背上去 這是到這個課程的結束之前 各位有這種感覺 但是最後最後這個作者會說 人生不是不是 人生其實還是 但是每個人的道德感 自律 自信 還有功德性平等 所以 我是說這本 之所以 喜歡這本書的原因 也在這裏 就是這個作者 它有很多的人文化碼在裡面 在經濟學的觀點之外 不是外語 或是經濟學的觀點之上 那有些這樣可以踏感 很清楚 所以 我們就先看一下 我們這個卡卡 第一次 第一個問說 為什麼不讓人家發生 發生什麼事件 然後 北韓為什麼 實施代表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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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好像北韓還去炸了 南韓飛燒蟲 結果被人要從來 然後他就努力了 去途南韓的人 我們就 廣義的來講 北韓為什麼 要做這麼奇怪的事 各位怎麼看北韓 在這個國家的國際 他為什麼會 想到就去試車飛彈 然後 他被人都不成熟 然後他國內民不聊生 所以他專門在 我看那個報章雜誌說 北韓是專門在印煤草 他印加個煤草 印得幾乎更正的力量 然後去買國際 然後 然後北韓不是有 所以他有六方會談 美國 南韓 日本 我記得 中國 這樣 俄羅斯 六方會談 六個國家 坐下來談 怎麼樣讓北韓才是俄羅 那你們怎麼看北韓這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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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對北韓 沒關係這個我們就有概念 我想下一個 軍事大國 壓到新的軍備 又是小國 為什麼要買軍備 這就是各位現實的國家 買一些小潛艇 買一些小潛艇 買一些人要不要怎麼在軍 在這個飛機 或者是 拜託人家買飛機給我 我們飛機總會到底是 一般國家裡面最多 我們有法國的系統 美國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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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很難為修羅 跟我們學校的電梯 我們學校的電梯 有八個個禮台 一般學校為什麼說 一般學校的禮台 因為你叫一下公司來修羅 各種大碼跟電梯 那種不一樣 所以八個常常 這兩個事情就關聯 台北飛機總會多跟我們學校的電梯 百種人家真的沒有什麼關聯 我是剛好知道的 可是為什麼不看這個事情 為什麼小國需要有這些軍備 為什麼 為什麼北韓會有這些奇怪的經驗 照我來看就是 這是我在課堂上的觀察 就是半分鐘 這是課堂的模式來看 我想北韓中國家 他如果要跟其他的大國一樣 他現在 照顧給他行事 他現在在國際上會遞規嗎 沒有人會注意到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 他跟國民手錄的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他覺得 是最尊重的國家之一 同時最豐便的國家之一 我看國民手錄的是 非常從 中國大陸跟日本 買了一對 舊的腳踏車 用全面倒背 全部給他們用 這是不能想像的事情 他們是買舊腳踏車 然後他們是買舊腳踏車 另外他們有核子武器 然後他們有很多 都讓他們準備 這是更好不適的事情 雖然經濟沒有那麼好 他卻有很多軍備 這樣的國家 如果要跟其他國外民進行做 絕對是沒機會 所以要怎麼辦 他只要手錄嗎 他就不高了 那你不得不注意 這跟我們第一個講 畢拉丸發了九個比四倍 是完全一樣的事情 畢拉丸發了九個比四倍 畢拉丸發了九個比四倍 是完全一樣的事情 是基本上 他覺得美國對方更好處理 這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會有 美國人配去照美國人的大門 這個要照正常軍備來講 叫聖制護 因為這不是正規作戰的方式 這是小人的部署 這是小人的部署 可是他就 他這代表上 他不要臉 沒有關係 臉面對他的臉並不重要 他只要能夠聚診就好 但這其實都是一種策略 你用策略觀念來看的話 他們不得不這麼做 你就可以 理所當然 不得不得不做 他只能這麼做 這是他唯一的出戶 所以並不習慣 同樣的 全方證訊行一般 為什麼要合理證訊 為什麼不讓人對死 全可證訊完之後 他們分別造工之後 五點鐘就站在這一次 為什麼這麼做 為什麼聚訊完之後 會不把他放回去 有一個 這個出名人 在地獄被關五百多天 就爆炸醒了 會他分多久 因為居然說 他拷入半天應該夠了 就不敢把他放回去 因為怕他會去闖動 為什麼要把他翻起來 為什麼要把他放進去 最棒的 為什麼要收壓緊接 為什麼美國餐廳服務非常好 各位都去美國人的餐廳 我大概說過 你今天他就欠負你 做你們幾個人 當餐廳一直你在門口等 你自己帶出去 不像他的人 你就自己去找不去做 就是不敢 自己擦一擦 絕對變這個事情 你在餐廳門口等 他幫你帶熱子 他問你今天是誰 你喜歡什麼樣子 你喜歡比較靠近音樂的呢 還是比較安靜的呢 如果是快客人 他如果人的禮拜就把你趕快吃了 我回去 我把你趕快看大午在裡面 把你趕快看大午在裡面 把你趕快看大午在旁邊 很多人不是進過你身邊 當你坐下來的時候 他就問一下你今天要先 先看菜單 會幫你說有什麼飲料 你要先會以為飲料在前面 餐廳已經不可以 你幫你看菜單 他就會注意看菜單的速度 等你看完菜單的頭抬起來 他就看到我們 他就把他走過來說 我們今天需要吃 他還幫你借我先餐 你覺得是蠻好的菜 或是是菜單 菜單上沒有錢的特點 你點完菜之後 他就進去幫你買 然後慢慢的把東西送出來 剪菜啊 拎包啊 煮菜 他沒什麼東西就問說 這個東西要不好吃 吃不吃得慣 你跟他說今天這隻不太好 他就沒辦法去幫你買一個 他幫你買一個 他會幫你加錢 可是你不能夠隨便跟他說 他就也吃三個菜單 他就說這三個菜不行 沒有人這麼做 你要證據這菜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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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幫你買一個 雖然幫你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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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買一個 你買一個 那他就不明白 他怎麼不好說 你這個吃不完 你不要待會在這裡繼續吃 這樣不好意思 他會怎麼說 你要不要待會給你小午吃 實際上就是你要 給你吃這意思 單想 各給小午吃 大家不要多不好意思 裝起來 好 坐上 都吃完了 他在這個張範圍 照片來限制說 出年股股股肉 把他攀給你 這樣就吃完一次看 我們就給他小朋友 你中國人的餐廳就是你自己找我一桌下來 餐廳就把餐廳就要坐上去 你就是一餐 你等一下就等半天 還不懶 你剛剛說空氣 你不來倒數 你不來插頭子 什麼都沒有 你馬上教過來坐上去 你要想趕快寫一寫 你都對我去了 然後菜就要被丟了 他都丟了坐上去 菜都要你淋上去 吃完之後你也不負上去 他在外面等牌 還可以坐上去 後面還有一種 這中國人也依餐 那為什麼這兩個地方都差那麼多 我剛剛前面講那個態度碼跟後面這個差那麼多 理由剛剛簡單就是因為前者的小朋友或什麼沒有什麼的 這個甚至是因為你在Site裡面也是一個要求 你怎麼樣設計一種制度讓人可以遵循 我還記得我在唸初次班的時候 有兩個禮拜我在正大唸初次班 從社到中央大學區 可以提供老師的課程 那我再玩優先 我說他是我的電人 我們設計 這是發展在經濟學界位置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 他今年大概80歲了 我那時候已經他很可能 班會講很難 因為他也是專門研究篩選 但我自己的一句話 我說美國人這會比台灣人 或是比中國的籌規選 不是美國人的記憶比較好 不過他們倒數比較高 只是因為他們發發非常重 確實是如此 美國發發非常重 就是 人家都是通常 如果開快車被抓到 發滿不是台灣政府三千塊米金 不是三千塊錢幣 三千塊塊是一百米金 每個人發三千 三千萬一百米金 發三千 不是三千 三萬一百米金 發一萬多 如果組隊駕車的話 我是先抓起來 先拿摩扎爛抓起來 先把人關到建堂裡面去 然後發一萬多米金 有一次 有一個 又彎的當作 沒有又彎過去 我指著著被人家抓起來 發兩萬多米金 三百六千塊 你stop sign 就是 你應該全部是要緊住 再往前開 你沒有完全緊住 往前開 發六十萬米金 就是一個stop sign 如果人家在這頻道上面 把車開過去 還是一樣 兩百到三百米金 所以他們是用這個方式來 維繫人們的行為 所以如果你看到 這麼多的 制度的設計師 背後就是這些車业性的考慮 我們今天要從經濟觀念 來講這個事情 一開始我們先看 這次封印故事 有一個人叫通聯班 但是這個是 美國非常出名的 一個 這個流行流行的演唱程 像這個樣子 所以他出席了 有一個出席 因為他會這樣浪 就像這個樣子 他連接受風怒電電 就像這樣 然後 有一部是 WDNR主演的一個新劇 那他這個 這個電影公司呢 就拍完戲 就是把影片拍得差不多的時候 所以剩下最後一幕了 就跑去找通聯班 所以只能來唱鐵圍群 通聯班的經濟人 是他的小孩 他是他的兒子 所以經濟人 就問到電影公司說 他們電影拍的金額到哪裡 電影公司的人跟他說 我們開差不多了 就是我們最後一幕 你自己把他來唱歌就好 然後 他小孩就跟電影公司說 你們要給我 我爸到外面 他說 照顧一般人的錢 長的時候 我跟你一般五千塊米錢 他小孩說 你抱歉 這個價錢我現在常不來 不然電影公司說 你兒子 我給你兩個選擇 一個是你電影公司信蓋 一個是你電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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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是你限制的 是否則 否則 因為寫這門口 自己的正常會問 這就是他 時間裡面的錯 他不應該 在開中的大陸對待 跟他講歌 請你來唱電影曲 大概是你一開始 有時候 有時候你跟他說 我們請去唱電影曲 他如果講一個 不合好場 你再給他聽說 好吧 那既然這樣我們這家一家 他就不再去打散 我們照片 把劇本更大一下 他整個細個工程 到最後一段 就是警察打散的那個調教 所以如果你做了錯誤的決策 你就是很大的進行 故事就在這 所以他說 time is everything 在商業的情況裡面 時間也很重要 在我們這家上 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 各位再回想一下 我們從開學到現在 講的一些各自經驗東西 都講說個人怎麼樣起 自己大化自己的效果 我們沒有時間講廠商 其實行為的差不多 廠商的行為大概是 自己最受的效益 自己最受的效益 利益的最大 各位想看 我們什麼時候講過 說你的利益跟別人以外 我沒有講過這個 我們這兩個攻擊跟別人以外 什麼時候考慮過別人的行為 沒有 沒有 但目前為止 可是從現在開始 各位跑過來想 我們說現實生活中 大多數的時候 某些動作的回報 全決於對手的行為 這會舉個例子 比如說廠商的競架 廠商之間 歷史行為的互相依賴 那我請問各位 各位在座的同學們 你們的行為 什麼時候跟別人沒有關係 你們沒有什麼行為 跟別人沒有關係 你們沒有什麼行為 跟別人沒有關係 你們沒有什麼行為 跟別人沒有關係 跟別人沒有關係 因為你們現在想看 政府會對付 sido關係 這些人會讓我覺得很好 講的是 两别是关键 什么 各位想过吗 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 跟别人没关系 你们想过吗 我让你们举例好 什么生活跟别人没关系 你们举个例子 你们举个例子 好 我觉得成绩跟别人没关系 刚好我就讲这个 各位同学们成绩跟别人没关系 为什么你电门点那么大 是 你是曾经害过别人还是被别人害过 被别人害过 很快出这个天才 他们一直考虑考一百分 你考虑考二三十分 老师没办法考虑 他考虑几岸多迪阿富汀 是不是 老师也没错 理解没错 说得好 我也是这样做 我是话筒的 因为分出动来就是话筒 你去美国看别人老师会说 他都跟你说我的gradient是curve by curve 所以画曲线 我这边曲线画得比较松木一点 同学们知道分出集中在一起 就 单位单位单位 如果全部都集中在这边 只有一边两边 那大家也比较小心 你说在右边大概很有问题 因为右边分出比较大 它在左边 就是大多在中间 比较远在左边 然后就把他找到这一边 所以你的分出 为什么你的分出就是跟别人有关系来 我最想讲就是这个 你的分出怎么答出来 就是看跟你在同一班同学 分出什么样 今天在这同学之后 之所以就在这 就是因为考试的时候 不然就是反倒进来 还要连招进来 还是连考盘 还是真识进来 不都是因为你在跟别人竞争的过程当中 你看哦 赢了某些人 输边某些人 离拜小龙开小龙 离拜会是最后的自己才来 你是不得已要去台南 跟我一样 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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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从美国外来的时候 自己来台湾小龙 就没有请来这边 因为这位离台南不要紧 我那时候另外一位 我在华里 我想说我从华里 要去台南 那时候我妈也在台南 一天这种一般飞机 我怎么去看他 我在这边那时候开车大概四年 我就被打台南 花里有八大人球 我就被打台南 就选择这 我是不得已来的 就不得已选择 就不得已选择 所以也是选择的 都是不得已选择的 都是不得已选择的 所以我刚刚不知道我刚刚问题 我刚刚说 同学们想看有什么新闻跟毕业没有相关 都会想说 都没用什么意思 说没关系 睡觉没关系 你完了 你睡觉不在上午过 就觉得很难过啊 你再不然他睡觉 有些人想帮你加起来 睡觉之后 你不要睡觉之下 不就帮你睡觉上帮你加起来 而且你睡觉的时候 会站住一张床 那时候就勿泄别人啊 对不对 你睡觉的时候 会影响到隔壁的 他说我睡觉 他不然你不要睡觉 他会睡好 所以 所以 除非自己躲起来 然后都不跟别人相关 也许嘛 在某些很短的时间 那一个人 特别的经历 也许没有相关之外 其实这个经历 就是 大部分都是意思 息息相关 所以他这边说 interdependency 而弱 rather than exception 各位看他这个字下 非常的重 他说 相互影响 其实是个法则 而不是例外 彼此互相行为的影响 从这边来看 我刚才讲到说 假设点是 上五个经济学的 共同彼此的国家 从第一章到第九章 这九个章节 没有一个章可以跟你讲说 行为彼此讲话 当然讲个人跟厂商的行为 最事发 利益最大的话的时候 都是只有自己没有必 可是各位看到 其实好像 他在这边讲 建设的法则 不是例外的法 彼此互相行为的影响 是 是个法则 那我们就不得不注意 或者是不得不关照 彼此互相影响的部分 所以我们像一个简单的模型 来说明这个行为 用模型化来 我大概解释 为什么行为彼此相关 我们会给一个策略 应该说 在一个赛结模型里面有策略 然后 这个策略有两种 一种是优势策略 一种是劣势策略 所以优势策略 不管别人的含 你的最适的选择 就是优势策略 那这个之外 除了优势策略之外 就是优势策略之外 中文不太容易懂 你要看英文化表较简单 英文的流失策略之外 是Dominus策略之外 那 S就是Dominus策略之外 我让我来请问多位 有没有什么 所有是优势策略之外 就不管每种反应 你都要做同一种情况 有没有什么情况 没有 你再聊到这点 看你刚刚先电话 这个腰法 就是你啊 你第一个点 你突然聊到说 我不知道 不要看到 是不是 你这个意思 可是就可以看到 洗澡了 有没有答案 各位想问 有什么是优势策略 在学生生活里面 呼吸是优势策略啊 呼吸不是策略 呼吸不是基性文 呼吸是生命必需的啊 这不是基性文中文化 有没有优势 参加老婆 好多人 同学说是法国公司散播 你要去参加什么 是优势设业是不是 不一定啊 突然一起模仿的好选 你看你要去 看你要撒钱 还是要再把你自己拆 你知道吗 你自己去 我会当你问你了 还有没有 我不是 我不是以法国公司为乐 我不是以法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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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比你的手臂点 并不代表你答案过 就是他害你 对不对 他讲 就是你害你 对啊 你看 你有什么是他后面 好 那你说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他把你讲 他把你讲错过了什么 是不是 所以想过吗 有什么是优势设业 你说 没错 就是优势设业 你也不错 可是想到 如果你今天在班上发现 这个很多人不优务 不行 你们这些优势都要做 但是优势马 把他们都不下去啊 但如果大家问 你要不要优势 你单看优势马 你看优势很厉害 你不厉害 可是你惨了嘛 你被优势到后面去了嘛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 你会是优势的一个 就是你比你演说 这张学生又是优势 或者我不用讲这么 这么激动 应该说 你一个优势设业 是保证你曾经能够过 因为你来年代的优势 很多毕业 所以我要求这些优势 就是不要求 或者期待到你毕业 但是这个之间就是 你一个优势设业 就是要把你成绩 能够到处 一个优势的程度 不管别人的成绩好坏 这是你一个优势设业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做 你都不是有一个行为 就是保证你曾经要过 这应该是你维持策略调队 然后 在赛羽的优势 叫Nancy Clipper 这是一个均衡点的概念 你先讲一遍 方向模型 再不然看 这样就要怎么办 当然Nancy Clipper意思是说 均衡的事物 不会是个概念的现状 而也是在别人反应的考虑之下 靠手最高的策略主 我们等下讲究竟 非常简单 就是有两个策略 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模型 可是各位想看 现身上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现身上有很多很多人 但是没有关系 Elle就把这个模型一般化 这个Nancy Clipper的意义是说 在別人反應的考慮之下 報酬最高的策略度 所以你要先考慮別人的情況 決定你自己的情況 選一個最好的 這是一個條件 而均衡的時候你不會變那麼嚴重 均衡概念其實就有一個 它不會在那裡的問題 它不會跳來標準 我們過去講公進而需求的均衡點 其實均衡點它並會有一個意義 它是穩定的 也就是說如果價格偏離均衡 它會往外發散 它會回到那裡的均衡點 那這個均衡是不會有變動現狀 我們帶領跟那個一樣的 不過那個都是研究所內容 我們就簡單掌握就對了 我還講的是這一段 這是一本 非常有名的賽者最初 但這個叫後數是 很高深的就是不是給一般人看 這是給專業人看 那這個叫做什麼 那是以前在我們學校教書的老師 那書上的後面寫了一句話 他說 the value of game theory contradicts the population 所以他說305 它提供的是違背五直觀的結果 他後來又再繼續引申 他說 如果這個模型提供給大家 大家就是跟直觀相同 那這個就沒有太多價值 跟這個更類似的 假設我今天上課跟這件事情 本來就懂了 或是這個模型本來 大家就能夠操作 大家就能夠上課 所以待會兒 我們往下講這個模型 就會提供違背五直觀的結果 那這是賽者最有趣的地方 而且才有價值的存在 現在參與這個模型是10分鐘 往下再講 好 較量的 方便那個那個 那個這一個人那個 那時候說 講這個樣子 那個一個怎麼 對 那邊 換取這個內製 但那一個也不是 你不得能不能 他是美國的數學家 所以採取的變回是數學模型 採取有三個重要的因素 分別是策略、報酬跟參賽場 然後我們在行報酬去正談說明 這是最典型的一個球犯環境 我剛剛說的是20個人的模型 他有兩個參賽者 跟兩個策略 所以一個有兩個策略 兩個單是只有四種策略組 那這是兩個壞蛋 所以分別是壞蛋、壞蛋、壞蛋比 他們做的壞事都被人家抓取 一個人兩個策略 一種是承認一種是交別 那我們剛剛講兩個策略 兩個、兩項從這邊四種策略組 所以他可以承認、也可以交別 兩個策略組 那就是一個二層的模型 這個數字裏面 各種一種數字 你可以用 一般這麼寫 這兩個數字用痘點分開 數字的左邊吃給 左邊參賽者看 痘點的右邊吃給 上面參賽者看 所以這個 這個格子的意思就是 如果壞蛋比以承認 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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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蛋 那壞蛋、壞蛋、壞蛋、壞蛋 那就一個人不可打補他 副五就是他也可以打補一下 或者不知道 你隨便一起 正確化是另外一種 OUGH 如果壞蛋、壞蛋石δroit,壞蛋B,狡辯 壞蛋A承認的話 壞蛋B會被打九下 壞蛋B,就可以ure-2 壞蛋B,就可以680 他就ukanb,就可以 unrealistic 以為婚姻侶她不撿 applicants 因為她承認 puppies 我們現在看最後一張 如果兩個人都有小便的話 一個人都打一下 因為其他抓不到這個距離 那就放他走 哪一個是解答的 如果你是協議官被其他招選 請問一定要小便 還是要承認 要小便 確定 你要小便 沒關係 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看小便會不會得到解讀 這個 對方卑橘子的解法就是這樣 對方協議店 我會不斷講話這樣 我只是給我先看 看我講的第一次 給定外彈黑承認 外彈第一承認的話 外彈A就有兩個選擇 他可以選擇承認或小便 對不對 那 外彈B如果承認的話 外彈A如果承認 他會被打5下 他小便的話會被打5下 他小便的話會被打5下 所以他承男子在小便 打5下 打5下 給定外彈B是小便 外彈A是小便 外彈A就承認的話 不用被打 他如果腳來的話會被打1下 所以他要承男叫小便 跟著我嗎 沒錯 好 答案很夠 所以從A2角度來看 不管B怎麼做 他都承認 這像不像我剛剛講過的某一種哲理 優失策略是不是這樣 不管B怎麼做 你就只有一種哲理 就是優失策略 對不對 所以這個模型說 不管B怎麼做 A都會承認 所以承認對A來講 這個優失策略 我剛剛也講 這是一個對神曲證 我到外都是完全一樣 我現在把A跟B來比較晚 我還是改成B 這改成A 結果都完全一樣 不信的話再說 別不會看 現在從A來看 假設A承認 B承認的話會不會打路牆 腳踏會不會打左腳 他承認的腳踏 他承認的腳踏 承認 完全 如果A腳踏的話 B承認不會被打 腳踏被打一下 他承認的腳踏 還是承認 所以 從B的角度來看 不管A怎麼做 他都承認 記得嗎 我剛剛也講 從A的角度來看 不管B怎麼做 他按理從承認 記得嗎 就看那個交集面 這兩個線的交集在這裡 這不是空虛的交集 但這是側約的交集 這個是他的計 這個是計 這個計的就是HP 因為他是給別人的行為 可能最實在的 所以這個 這個 這一個前術對所有參賽者 都一樣 各位要記得在賽體裡面 每個參賽者都一樣 從你們一樣的 這裡面沒有從你們 跟不從你們的真理 只有策略選擇的考量 而這個反而對事情都一樣 各位看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你們看得出來 你們這個結果很好 還是怎麼樣 你們看得出來 你們這個結果很好 還是怎麼樣 不好 為什麼動 複死 沒錯 一點沒錯 這兩個顆起來 被打十下 對不對 這兩個顆起來 被打九下 這兩個顆起來 被打九下 照樣這是最好的結果 可是這個結果不大 按照我們過去的課程的內容 我們會說 那這個是 對兩個人想最好的結果 你選擇 可惜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基於自閉中心 你會出賣最高 你會得到這個 最不好的結果 你會得到這個結果 對不起 你會得到這個結果 不是這個結果 就是這個結果 不常見嗎 發現這結果 每天都看得到 各位在考試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留意囚犯文件 假設我今天 有個同學在這邊 跟大家說 都不要準備好 每個都考一本 按照吃到快 完全滿大的 這是不是好見 不是好見 我們就給他一百分 只要全部零分 都不行 我們就把他當念 這句話對誰都使用 所以每個人都會做出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跟你講說 有人跟你講說 你不要念 大家不要念 你千萬不要相信他 因為他跟你出賣 這就是出賣對方的行為 如果我跟你 我跟在座的同學 過來拿一個去 做了什麼壞事情 被你拿到去 建議這樣 我會跟你說 我生養的事不要忘了 覺得你不會出賣 我也一定不會出賣你 你千萬不要相信他 我一定會把你出賣掉 因為 照這個模型 我一定會把你出賣掉 我也知道你能幫我出賣 一定不是 所以他得到的結果 各位看 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計 這個計在哪裡 當然你把你出賣掉 但計程都不一樣 重點是說 在這個模型 你得到一個 整個家裡的福祉 這是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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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一個最差的問題 但是你沒有辦法定義這個 這個結果 因為賽復到人性 本來就是福祉 所以各位看 他這個球方的分界 他說 每個參賽者 都有一個大蠻碎的主 他都有一個 有失策略 結果是什麼 他的pay off 他的這個結果 這個就是他的pay off 就是你的報酬 這是報酬去整 他都要報酬 全部裡面最差的理由 是所有社會總共最低的理由 所以這個違背積積的直觀 我給你四個得手 四組數字 兩個三代手 兩個策略 就可以跟你說明 其實人們的新聞 是為了一些機器官 基於智力中間 會得到什麼 它是為最差的記憶 他得諾貝爾獎 是因為這個 這麼簡單的東西 但他論文只有二十十頁 那不是論文只有二十十頁 然後來跟諾貝爾獎 但是他提出了非常 這個 對人經歷的結果 跟這個來 如果有一個P組合 提供你對手的時候 招人的消息 你願意花多少錢 來拿這個消息 這是個選擇 要用I-S 等於 五年的薪水 或十年的薪水 我自己碼都不給 每個同意一下 這算是 結果長這樣 你可以想像這個 副五就是五年的意思 關五年 或是關九年 關十年 關兩年 可以這樣看 假設有個玉圖 好來跟你說 如果 我跟你講對手的經文 那你就知道 它是不是出賣了 那你願意花多少錢 這個消息 答案一四五年的薪水 答案二十十年薪水 答案三十年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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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來答案給我看 有少數朋友 應該給你 每過十年的薪水 可是 大部分人都知道 不用給你薪水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會出賣 你一定出賣他 你當天出入人 才出賣就好 對不對 所以沒有什麼好考慮 所以雖然說我們來人不多 但是 在座都很認真 聽 這樣煮乾糕而已 那我就覺得 不快一點 這個經濟的國務學校 為什麼眾志山廳吃飯都很吵雜 為什麼公共到外面都很髒 我想跟眾志山廳吃飯 生意都很大 我先跟各位講 這都是他們十二組 為什麼 公共到外面都很髒 我看過的只有 只有日本 日本人非常乾淨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民主性非常特別 尤其西山廳都沒有這種感受 雖然說我去過一些地方的感受 沒有一個地方讓我們覺得 怎麼這麼乾淨 日本人到外面甚至比我家裡很乾淨 真的不可以 真的 他那個國務學路跟水裡 你接著快快讓亮 就是 做工非常非常驚奇 好像最愛做的藝術品一樣 各位說 看西日到外 我們不是有種樹嗎 樹不是樹燈會敷起來 會把那種狀態黏起來 各位說日本怎麼做這個事情 他們種樹下去 先弄一個這麼大的槓 然後樹放在下來 然後在那邊再填水裡 所以他的樹根會敷上 我們都是 突發臉 然後就是把狀態滴一滴 然後樹根拷起來之後 再把狀態抄掉 然後樹根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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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他們拒掉 過了三個月之後 樹根拒掉 日本為什麼做事 日本人在做工的 他們在做那個初工的 衣服都乾乾淨淨淨 他們早上班 衣服也是洗得乾淨淨淨 還燙過 這樣過去做那個初工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回家一身髒 明天還是一身進來 比如看台灣的餐廳在屁服 那個衣服 除了衣服 大概很多年人沒死 所以我去吃一個餐廳 在屁服一身 那個小姐很送財 她那股已經大概很多年沒死 看那個餐廳就死不下來了 我真的死不下來了 不過為什麼中間餐廳吃飯很炒 理由是什麼 她說為什麼這是當地吃熱血 為什麼這是你唯一的策略 因為中國吃飯才來講話 跟其他人這樣子 所以剛才你吃飯講話的時候 你不吃屁嗎 中國吃飯講話才有屁嗎 常常聯絡感情 但別說吃飯也講不 別說講話大聲 這就講話大聲 你講話不大聲 所以剛剛聽得到嗎 聽不到 所以大家就聽聽講話 所以吃完飯之後 我讓我殺一下 你弄飯 這就當地吃熱血 為什麼公共當中旁邊都很髒 如果你把你們家公共當中旁邊 弄得很乾淨 你給你看說 我這邊這邊特別乾淨 馬上真的就要這樣 應該說公共當中沒人理 因為你當地吃熱血 就是不要去給公共當中 你把你家裡的公共當中 這樣 所以公共當中很髒 這個是狹窄的自我利益 跟方法全體利益的衝突 所以中國人說 客人至少很乾淨 不敢把他們往上撞 這個其實就是 你的當地吃熱血 你的最好的吃熱血 就是客人去把別人 把自己放好笑 雖然是把別人拆一下 因為你出去工作 你就不怕看到這樣 或者要往上扛 把別人拆下去 那我先跟客人講 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等一下會講說為什麼 但是 這邊講 比如說我剛剛最前面 就有一點說 這一點講的是 人性的 哪一面 也不代表每個人是這樣過的 他是把那個 基本的講出來而已 我們再往下看 前面就是用10動作的賽組 他是1-shot-hand 也就是一次的賽組 我再問各位 這個 這個 出賣對方的這個 球盤運動件 這是一次結束 就兩個人同時被人拿抓去 隔離陣燈 這個同時 同時招案 就是招供出賣對方 這是一次的情況 我請問各位 如果這個東西進行20次 結果會不會改變 所以我不會那麼倒楣 做了一次他就會被抓到 去假設 做個假設的模型 假設 比如說24次 兩次好 那請問兩次會不會改變 解釋 第一次先合作 第二次再出賣對方 會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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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跟你一起 跟照鏡拍攝出賣 所以你不要相信 我們也要出賣 對 為什麼都是賽者開會一樣 如果被抓去24 為什麼24都會出賣對方 會不會有什麼 蛤 可是不會啊 假設我們這次會不會上去24 如果第一次我就跟你說 我們還有194要過 我們這次先 先合作好不好 你要不要聽我們好不好 不要聽啊 可能不要聽 但是不是會這麼講 如果這個是一次賽者 跟多次賽者 我們要從最後面往前進 從多次往前進 扶我歇一下 看 第二次賽者是最後一起 你要不要出賣對方 要 因為 出來之後就一拍兩次 就像我常登櫃講的 這路是你們最後一起 你們在我過上都不是最後一起 你們在我過上都不是最後一起 到考完期間 把我分數打出來之前 你們都不是最後一起 所以你們在我過上 撒野的話 我就有基本思議 因為還有 後面還有技術 還可以做 我們還可以 還可以有機會 彼此無將 做賽者的這個行為 但如果是二世紀賽者 第二世紀就是最後一起 要不要出賣對方 要 一定出賣對方的 會不會看過 你們可以 有些例子是最後一起的機會 中文獎 這個過和賽者 這不是最後一起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場 中文獵是最後一起的機會 你都設施衛生 根本這個概念 每分過壞事 我先講一道 有一次我去舊金站 剛剛看到他們在賣水果的 他們已經套了 他來 我先跟他說 我跟妳馬尼克林桃 可是我跟他說 我現在還要去別的地方 我等一下過來跟妳馬 他說好 你等一下再來 結果後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說我把箱子封得很好 因為只要妳來大飛機 所以我把箱子封得很好 妳就帶回去 太好了 謝謝妳 我來做他 看那兩個人的銀桃之爛 因為那是最後一起 我再不會碰到他 我這日子 就算在這裏就變成好 我也不會再去找到水果飯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跟這類似就是 你去風景區 各位想要去風景吃飯 跟買東西 是吃到好的餐廳 機會高嗎 買到好的東西 機會高嗎 還是後者 還是想法 吃到爛的菜 買到爛東西 也機會高 當然是後者 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說當你 你是最後一個客人 你是最後一起在這邊看的客人 對不對 尤其那些大陸不來這個場 各位想要來 大陸不來這個場 你會一直回來來吃嗎 這樣不會吧 他來吃就以漢中生嗎 他就不會來聽人吃 不是嗎 不是嗎 他會來這裡 中生猶豪 還好之後以漢中生 他才不會來第二次 所以他根本不會來買 他買東西 第一次買到貴 買到賣的 一定如此 所以去風景區 都不熟的地方買東西 你就要沒想到 當然先進國家比較容易這樣 先進國家他們有商務 他們做事比較 找不下去 如果我也不是這樣 那這就是最後一席的形容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把這個一起在一起 用多一起在一起 它形容其實差不多 因為從最後一席來看 它還能出賣對方 二十幾出賣對方 到初年 二十幾是最後一席 只有十九幾是最後一席 也是最後一席 也是最後一席 所以你也出賣對方 所以從後面往前解 也寫出賣對方 如果從這種一起在一起 變成多一起在一起 生活會改變的話 除非這個 有兩種法法 就是你把數據是套進去 那種不能講 你那個 不要造成 你會想說 如果這個 一起在一起 變成無限期的在一起的話 機會就不會 那你說人生變成無限期嗎 那你說人生變成無限期嗎 在這都知道 人生不是無限期 可是人生在旁邊 概念上都是無限期 誰跟你不曉得 那是中年來的 因為你不曉得 什麼時候人生才接觸 你不知道終點在哪裡 所以在這個終點之前 人生是無限期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夠欺負別人 不要忘了 因為都是現實吧 你現在欺負別人 來的人才就欺負 這是一定的 所以如果說這種 簡單的這種模型 你要讓他從 一期再去 變成多期再去 行為要改變 除了變成無限期的再去 在有限期期次裡面 你再能夠知道 最後一期在哪裡 那一起一定出漢 對吧 從後面往前借 沒適合出漢 我這邊看報紙說 有一個 已經犯了中定的罪犯 他就不斷地是犯罪 警察抓到他之後 就說 這個是犯罪犯 不能讓你犯罪看到 對方拿回去 他不斷地去偷棄 這雖然是個悲劇 但是從這個來看 他的行為不就是 某一種程度的最後一期 因為他也知道 他男生來自無多 所以他就不斷地從 做犯罪的事情 因為他那時候 是最後一期的事情 他沒有存在 但再度都是健康的 一般人人不是這樣的 你不要以為 這是最後一期的 前面這個是同時 這是一期 就是 One Shark Game 是一次的賽者 他是一次結束 而且是同時 但有時候不是這樣的 有先後的 跟我們剛剛在講那個 後面的故事一樣 是電影公司 先把電影開完 拍到結束之前 才去找到前 從裡面來唱歌 這個是有先有後的 所以這個時候又不是 一個One Shark Game 這個時候是Sevencial Game 我們就是用 決定次狀的圖來聰明 他是In sequence 就是有監控的次序 你可以說那有序列賽組 同學可以嗎 同學不在講話嗎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是你們去外面也可以嗎 其實沒有關係 總會讓你們留意外一點 我們來看這個 這這個就 最後通點的賽者 英文叫做 Automat 如果各位看過 什麼許志摩的那些 野心小酷了嗎 好像都寫一些小酷 他寫了一些書籍 都沒有分解 他寫的就叫做 IDEM理論書 就是這個詞 Automat 讓他翻譯 IDEM理論書 其實最後通點 就是說 你到底要不要 這裡做個了解嗎 這時候有什麼參加呢 他說兩個人參加賽組 有兩個人 一個人提出分配額度 另一個人決定是否接受 如果接受呢 就叫第一個人分配 如果不接受呢 那就兩個人什麼都沒有 不過分配額度的規定 其中一方策的 要明快想得到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 決策之狀 剛剛那種myshell game 是一個 二十二的賽組 一個矩正的 是一個報索的矩正 兩個通勢動作 剛剛我們在解說 給定A61會 B怎麼做 給定B61會 A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死的概念 那現在我們是 現在是A先決定什麼 B再決定什麼 然後最後看結果怎麼樣 這故事說 A決定 X給他自己 100-X給Michael 所以這邊 在裡面沒有兩個人 一個人叫Tom 一個叫Michael 那Tom 先決定 怎麼分解 Michael 後決定 要不要接受 所以有100塊 他們說那50塊給我自己 100塊給Michael Michael Michael如果接受的話 就是 照康主分配的 X給Tom 100-X給Michael 如果Tom 覺得分得不好的話 那兩個人什麼都沒有 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會怎麼分 對 假設 我是Michael 不是他 可以嗎 聽了我們問題嗎 好 暫停 問題聽得懂嗎 可以嗎 不然你們等待會兒 是嗎 聽不要啊 難道要請不要請 應該在哪裡 對 我要講一遍 你們是Tom 我是Michael 你們先決定 100塊怎麼分 但至少要100塊分給我 那我決定要不要接受 如果 我不接受 那就兩人都哪裡 如果我接受就是 照你們分配的 X給你自己 100-X給我 這樣聽得懂嗎 我們的號碼是用1到9 所以你們只要給我10塊 1到9 就是10塊到90的意思 如果你們給我1的話 下個來的問題 好吧 那我這樣你們要給我多少錢 然後我覺得 一定要不要接受 1到9就是10塊到90塊的意思 對啦 好 好 再來 我要重新講一次 抱歉 我再講清楚 我是Michael 你不是他嗎 1到9就是 給你們自己 更不要簡單 10塊到90塊 是給你們自己 剩下就是給我 好不好 X給你們自己 100-X給我 100-X給我 我們再來給你 也很少的話 學生夢就會知道 我接受 我猜你們的號碼是誰 不要碰我 你們看一下 不是嗎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可以看看嗎 這幾個 就是給自己60塊 上面下一個 再一個 可以看到嗎 沒關係 這幾個都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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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可是各位看出一個 這邊的來 這裡面哪個最多 這個最多 然後我在往下 我要不要接受 各位覺得我 我多少來看 你們要接受這個嗎 可以看看你想 如果我不接受的話 我兩個都是0 我如果接受 加上你們給一個90 你們給C90 給我10塊錢 我來一點 這是secretion game 這是我決定 我決定10比0 10要大於0 10比0大 那我要不要接受 按照過去 10比0 大家要不要接受到這種 因為10還是比0 好 可是如果從0變成10 我可以看你從90 變成0 我會更高興 有沒有這一種 不是有個布袋基 像一個黑白男人 她說她的志願就是 把男朋友都給外壞了 這個嗎 各位胖空朋友 你們那一種 夫妻兩人不留的 是在住一輩子 結果人家跟他太太說 不是跟他太太 就是跟其中一個說法 所以你們兩個戒的任務 為什麼乾脆分手算 他們就說 我有很多被子跟他 幫你棄他 看他沒有棄死的位子 再幫你折磨他 所以這份行為其實是這樣的 也就是說 雖然10比0 可是真的希望被控平對待 我們最後會講這個 按照 假設這個賽語是 真的是人性很惡的話 剛剛前面60塊到90塊那幾個 等一下就會把你算買多 他們覺得他賺到一個現金 他就把 60塊90塊給自己 然後把10塊 或者30塊20塊給對付 這個是一種 人性沒有錯 可是 人性在某種時候 也不是這樣 我們再往他 往下看一看 我們先把這個模擬 做個很小的反應 我剛才講我是Tom對不對 我說現在 Tom propose 他們先出個數字 說多少錢 我們才要接收 然後Michael就決定他要 要分還是不要分 就是Michael決定他要分多少 他要分析 剛才這個頁面是說 如果真的是 在你的話 他99塊都可以自己 一塊給對方 因為1比0 各位算客氣 不過我剛才是因為 我的IS都不能用金幣 能夠從10到9 從10到9 要是可以從1到99 大概你就按1給我 99給自己 這並不奇怪 因為人性可能如此 我現在做過改變 就是我第一個人 可以事先宣布 他願意接受的最低耳度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是Tom對不對 我是Michael是Tom 我是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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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事情很比較簡單 就是第二個人先 我們現在把東西改變 再加低屋在前面 Michael還可以先跟大家說 我是Michael 跟大家說 要是你不給我90塊 我就不接受 然後你再決定要給我多少錢 然後我再決定要不要接受 可以嗎 那我先跟各位講 我說 如果你不給我 你還是不給我80塊的話 我就不接受 那你們再按你們給我多少錢 那你們再按你們給我多少錢 真的 我認真假的 你如果是不給我80塊的話 我就不接受 那就兩個都哪裡 跟剛剛一樣還是一樣 你拿一定就是給你 你不記得是 對 你又不安你幹嘛問我 你有懂的問題嗎 我先聲明說 要是不給我80塊的話 我一定不會接受 那你們按你們給我多少錢 那我再決定要不要接受 我剛剛說 非80塊的話不接受 我看到你們給我50塊的話 各位想我會不會接受 會啊 我認真正你吃氣啊 我是非80塊我不要 可是看到別人出來 50塊是不錯的啊 對不對 這牽涉什麼 這牽涉我給你的沈默 或者給你的威脅 你會不會接受 各位說在賽水裡面 很多都是威脅的 我們剛剛講 這賽水就是 那個球棒混進 各位想 為什麼會 到裡面去會出賣對吧 你想那老大跟 跟那些樓樓被抓進去 那老大會跟你小的朋友說 其實這個女孩子 就給我招牌一個卡牌 他怎麼訪問他 剛剛出來說 上你停家 如果你招牌的話 你招牌的話 出來就上你停家 他可以這樣講 這是不是可欣的威脅 是 可以讓你這樣吃火的啊 我就是講這個可欣的東西 可欣的程度就在講 就是 我剛剛講說 這個 如果 亂給我按的話 結果結果好 就滿盪掉的下一個站 那是鐵 你們知道那是鐵 那個一點都沒有 沒有那個約束力 這個 這個威脅一點 你們都會讓他看著叫好 對不對 我說 非八十塊不接受 你會把按著叫好 雖然說 我接受就這樣 我贏一點就給我 他自己的十塊給我八十塊 可是大部分人都很常常 他們是給五十塊 六十塊這種數字 所以各位去想 如果 你要給人家威脅 什麼時候你會想 低股心的威脅 可以講例子給我聽嗎 抓對方法比 抓對方法比 當然也是 那我們把這個題目 再放快一點 給一般做一般法比 對方沒有法比 在你手上 本身怎麼樣 本身用舞弊 所以就可以給對方很大的威脅 可能 可是 你給對方威脅 可能 人家很怕你 就不會 比如說 你說你會不會 我又不會不怕你 因為我有警察法 我會不會這樣 比如說 把你機關電話 看不到他 哪哪哪 我先講一口看過的東西 各位就知道什麼叫做不信的威脅 我但是國小就看帽子 但是國小就看帽子 很小的時候 不知道他就說有一些 這個 他說就有一些壞人 就把台灣的女性 騙到人去 說要去日本做什麼 表演 結果到裡面就 逼過他們去做 這個 做這個 人口教育的事情 怎麼做好 結果呢 有些女的就不從 他說 當初的合約不是新來 叫我做這個事情 他就不從 有些預選 結果就有任何反抗 那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就把 我現在講是報紙 所以會把 在學習後 都用說 三個小時就亂七八道的例 包括這個 等一下我們就講一個什麼 綁票跟失調 學生同意在 一屆人口寫過 老師講的 一個很奇怪 這都是特別的意思 那你們就是說 這裡面 設計最大的就是 法案最嚴重 他就很像裡面找出來 當初我們把他的小口多起來 然後從裡面 拿出一個很大的 鋪馬鈴的鋼子 裡面都是教授 他說 他說 像你這樣子 想綁他的人 並不少 跟這個鋼子 有那小子一樣多 那你再決定 要不要進行綁他 我記得當初看這一段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如果是五話 我什麼都可以做 你叫我做我都願意做 這就是可信的威脅 對不對 我再給你們看另外一段 是現在的報章請 這最近才在報章看到 他說 摩西溫無消失 一招之間 臉皮被縫在足球上 抱歉 好像很恐怖的 就這樣 是一起來變成殺人 誰 那 他被人死了 抱歉 但不是的資料啊 都是你們想看那些 那個報章內容 當販毒組織成員 經常個個過五八八 趟 側弄他很多殺輸丹 警告那一個 就構成威脅 請問這是不是可信的威脅 不時去抓那些 那些毒販啦 或是把他們的東西看到星空上 或是被他們爭農吃素的啦 搶地盤的啦 結果就是這樣 各位在想 這是不是可情的危險 是 這樣夠殘忍的嗎 那黑了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這樣才能夠傳遞話訊息給你 你看這個記者的揭發獨消獨的毒瓶咒死 被砍頭分屍 發現我們不在想這個命令 我還是知道 從Size來看 這個才是所謂的核心的危險 所以如果毒販他怎麼辦 他怎麼樣把特許傳遞給那些叫他媽來 我會給他自己的危險 你們敢再來動這個腦筋的話 我會讓你跟他下場 對不對 發現你重點不是這些亂七化妝師 重點是他們出門傳遞訊息 但是你們都有傳遞訊息給我 應該是我傳遞給你們 比如說如果再努力練習的話 就把你們當給 讓你們都走過來一起 我該知道說 這是中國實法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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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他們說法官部中為什麼有人能這麼熟 那個人說我的手是建立在金錢上的 那各位看他們本來是 這個權力跟金錢是掛勾的 但是被抓去的時候 這個人寫說不一定讓人來看 錢權和自販的一名大限還是各自非 我這邊寫 這是我寫的 我說此時大限還是各自非 反映囚犯不停的證據 是否一對有此時的就是出賣的 作為的賽者裡面 裡面的模型就是反映社會寫的事 現在社會寫的每天上來就是這 不過就是 我們再看看模型的景色 這段是陸移生寫的 陸移生寫的 陸移生寫的 出賣的報紙 他是寫的大使 他跟網路的汽車撞到 你們應該知道這段 就這兩天而已 他過馬路被車撞到 所以第二段是 那我當然也知道 他為什麼會被車撞到 因為過馬路都不被車撞到 他會被車撞到 因為他在國外角度 他就在半馬線上比誰都大 所以他半馬線上比誰都小 半馬線上比誰都小 半馬線上要走車子啊 車來也要讓他 那國外是 國外是 如果你在半馬線上坐車子去 站到半馬線上就被拔鞋 開車也都被拔鞋 你不能夠把車從半馬線上 到人的面前進過 你可以從他們背後進過 你不能把車停在半馬線上 他會都是逃起來管理鞋 那因為他那國外在太窮 所以他不曉得台灣 就封數給緊張 他會被車撞到 重點不是這個 對抗路 對抗路 為了只有中國 美國現在在 這個婚禮中 有什麼爭執 因為中國對大陸 抗路的順差 對中國有把婚禮控制住 所以美國希望中國 人民命能夠生死 這是救星文 這是去年的事情 什麼事 那是去年還是前年 去年8月24號 是陸醫生 去年8月24號 中國時報 他們的特殊 我們看這裡 看兩人跟他 那8月18號 新華社委員 通常不會出這些新聞 根據美國小政部 發佈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 6月份 中國自由的美國 國債減少251億美金 從去年4月到今年 北京市的美國公債 從原本6800億 一路增加到8000億 初次一舉間上升了 2013 也就是說 中國是美國 國債最大自由 美國要求中國大陸 國債在國際上面讓步 中國大陸就 把美國國債方列出來給他看 這邊他寫 有別的顏色給美國小小的看理由 這是不是一個威脅 是 這個威脅是primable 是可信的威脅 中國知道美國不會到國際上 他們去美國 國際上去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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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上去 這個對照是好多人 1985年 80年 台幣對美國大了爭執 那時候美國也是要求中國 台灣 對美國 就是台幣對美國 台幣從38塊 一路往上 因為這樣往下 雖然這個威力是這樣往上 台幣從38塊 台幣對應 台幣對應 往下 就是台幣增值 往下跌到 26塊對應 在兩年半到三年的時間 台幣上去40% 當時美國對台灣的這個匯率的壓力 台灣政府沒有任何地方的努力 就是這樣 逐步慢慢升級 這段過程當中 剛剛所持的幾千億 因為被人耗毀了 可是今天台灣的場景 換成這個 這一個 文章的料理是居住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家 中國跟美國 他們意思的對抗跟吳賽斯 但是 剛才台灣這樣 一路被人追著打 他都可以把 美國國在 在國際上那樣拋走 讓美國還是有一點壓力 就是可信的威脅 可是還是一樣 當兩個國家 或是兩個團體 或是兩個俄羅 在彼此對抗的時候 他們有足夠的能力 給對方壓制 或是給對方訊息 一個當然是可信的威脅 另外一個是可信的承諾 承諾在後面的故事裡面 我說最後一通給賽斯有講過了 我們現在講的是信用 就是威脅的承諾 上禮拜本會看過很多 讓大家覺得很有心的意義 那 什麼是可信的承諾 可信的威脅沒什麼好講 上禮拜本會講過那些 什麼兇殺案 把人殺了都把頭攢下來 把臉割掉 把臉割掉 麻糬都上來 這上一段我們講的沒有 法爾山寫的不是我自己把你 現在跟各位 我現在可以教各位 怎麼樣可以提供可信的承諾 威脅是一種 我們這種 在這波式跟我一樣 乖乖擺 我去威脅給 可是當我們面臨威脅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承諾傳遞出去 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這個是一個綁架的角色之狀 這個模型跟這種模型是不一樣的 這種模型是 One shot game 它是一個時間點 就是同時進行 兩個都會選擇招勤 兩個人同時隔離證訊 同時招募 對方是害他 這是一種 但是這個模型 是有時間先碰 或者如果還近的話 一個人先決定要怎麼分解 下一個人決定要不要接手 或者是一個人先提出他的訪客 說 你說可以給我多少錢的話 我就不接手 然後下一個人分錢 然後最後人在這裡也不要接手等等 這是有時間先碰的持續 我們先來看這個 有一個被綁票抓去的漏票 他跟那個 怪蛋跟他說 我一定不照顧 你放回去 我一定會跟起他講 那這個綁架者他就在想 我如果放他回去的話 我放這個作票回去的話 他如果跑去跟警察講 那我就請他後來抓我 他如果不去跟警察講 那這個作票就還會 活在恐懼當中 當然這個綁架的人 就還可以暫時的存活著 但是如果綁架者 把綁架給殺掉 那作票就不見了 綁架者就可以簡單 就可以存活著 這是個假設的模型 不是真實的事件 你要給我這個假設 就是假設 把綁架殺掉的話 警察不會去找他 因為他不知道 但如果他把綁架放回去的話 他就回去找警察 警察就會把那個綁架者抓起來 那如果不講的話呢 就不會每天都他了 但是這個綁架者就一次 像這個模型怎麼解釋 從後面往前解釋 現在各位看 從最後這個角度來看 這邊有三個狀況 一二三 這邊是綁架者 一定會不會放他回去 對不對 那我們各位看 這三個狀況裡面 哪一個對綁架者比較好 就是那個壞蛋 他如果放他回去 那個人跑去跟警察講 他在這場 他如果放他回去 這個都跟不講話 他這樣就可以活著 他如果把這個塊給幹掉了 反正他就可以活著 所以各位看 這三個狀況裡面 哪個對綁架者比較好 二跟三比大 對不對 跟著我玩到現在為止 聽到玩家好嗎 好 可是 如果是二的話 他放他回去之後 他有個風險 他可能跑來二 可能跑來三 可是給他跑去一 所以這跑是怎麼樣 他就選個三 這樣最簡單 他選三的話 他就會逍遙往外 對不對 所以 從綁架者的角度來看 他一定會做這條路 那你現在是漏票 你怎麼樣讓他說 我不會跟他 你放我回去 我一定會走到這邊 各位是怎麼做 假設各位是漏票 你們怎麼取信於我 學這個課可以保命 你們相信 學這個課 如果 你之後跟我一起 被警察教訓 你們一定要相信我 我一定要把我出賣 因為我一定會出賣 同樣呢 如果說 各位被綁票的人綁起來 你要 你要讓他 放你回去 你怎麼辦 你怎麼提供 可信的成功 成功說 你一定不會去告警方 我今天會見 我不用講了 那很簡單 可信的成功 你們怎麼提供給我 我沒有建議 是不是叫他 我太急 講給我一天吧 你有什麼可信的成功 可以給我 說不太急 說不太急 應該是很好的答案 看你像什麼東西 說吧 說什麼 說什麼 你要做了訪客人的 家庭的病 你應該是想認真 做他家庭的病 你應該是想認真做他家庭的意思 你要講這個 沒錯 這是依照 你怎麼做我同意啊 你就是 醫生將水對不對 沒錯 絕對是的 這是一個好辦法 沒錯 但如果對方跟你們的性別是一樣的 因為不一定綁你 他就很綁含的需要 像我 不然沒辦法 他把我去 我說我醫生相信 他躲到來地上 他趕快把我幹掉 另壞啊 會不會 人更會啊 他就在找他媽媽 所以這個事實方法沒有做 其實在 我看過那個 紀錄片 確實有 這種被綁架的人 有一種 有一種情節 或是一種病態 現在就是 他後來會喜歡上保護家 當然有 確實有這種事情 確實有 但這不知道我們今天 討論的問題的範圍 這超過我們的幫忙 想像一般這種狂狂 各位想像 如果你對保票人幫你挑選 你怎麼樣提供他可信的承諾 剛剛講不同性比 是一個解決辦法 對不對 問題是說 如果你年紀很大 保票人很輕 保票人小你30歲 你可不可以收他媽媽 或收他爸爸嗎 他帶人到這道理 也不管用 他要說 他要說 我幫忙可以讓朋友來相見 有點幫事 事管記上的 講這一段 比較滿人的男同學也舉手 他說 老師我知道 我說怎麼樣 跟他在搭幹一跳 跟那個幫匪再去搭幹一跳 是不是 是 是 我媽媽說你年紀做過都是 對不對 你年紀做過都是壞事 他一看那種 很活潑很靈活那種小孩 確實是一招目的 跟他搭幹一場 這就是從外部變成內部 本來你是五十四的討論 他是壞蛋 你本來是壞蛋 你跟他演過他 就公辦結構 這也是一招目的 確實是 可是課本不能講什麼意思啊 所以課本怎麼辦 他講什麼意思 不是這樣 有什麼是正派的做法 你說 不知道 你說做壞事比較好 是不是太會了 真的 不然什麼做壞事你教我嗎 有沒有什麼叫法 課本怎麼講 你要傳遞可信的承諾就是把你弱點給對方 就提供你的弱點 就是你放我回去 我一定不會造你 可本說你把你的黑暗給他 比如說你不堪入目的照片 或你做過什麼壞事 你把這東西交給他所長說 沒關係一定不會去告警察 我去告警察你就讓我稱敗年齡 這樣想不想 我想想看 有沒有一些人被威脅之後 他把一個經典的東西放在另外一個人 比如放在律師那邊 他跟律師說如果被殺掉 你就把這個東西公布住 有沒有這個 一點都沒錯 跟這個完全一樣 把人是送不去 昭君為什麼要這麼爛 他把最看樣的公主都送到那邊去了 那邊人會造反 到過來說日本的幕府是在 各個幕府都要把 跟中國的那個歷史一樣 他們都要把他們的殖女或者是 隊友送到那個 軍王的那個城裡面去 你人照的時候 你趕快碰到我 就先把你的人給殺掉 對不對 像買一個保險一樣 所以乾爹一樣 你就把你的保險放在對方手裡面 最簡單就是 你說我在身上把一個機子炸彈 引氣讓你走上 我如果 我去警察你 你就把那個引氣給按掉 對不對 乾爹嗎? 所以如果你可以提供 對方可信的承諾 你就要去想 你的弱點是什麼 你這個 假設有電視炸彈的 你機器要像什麼樣 你自己設計來 你把戰彈設計出來 把那個按鈕交給對方 他就會放回去 你和你有在那個 ihan身上那個 你可以給你 跟那個 你會幫不怕 你把你的打承諾 你需要呢 怎麼辦 這樣你不對 幫不怕 你跟女朋友保去 你待會兒說 我女朋友要來臉 趕快被交信 女朋友沒有 而且女朋友這個演 這個時候跟你拍指尼啊 我是沒看過那電影 我不知道 但是這樣不是一陣兩流 這我就不曉得了 這超過不到的 所以他這邊說這目的問題是什麼 你這邊無法達到力氣的目標 是因為沒有辦法造成可信的威脅或可信的承認 我上次剛才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路上想起 講說我這塊很貪圍 回家我媽就這樣說 他不可以吃了 我幫你趕回去 有一次我還真的相信他 我會把衣服收的時候躲到門口 他會把我趕走好 我會把衣服踢到門口 所以這個負責就是騙人的 媽媽常跟你說 不聽話的話就幫你趕走 不可以吃飯 他就是嚇人 所以這都是不可信的威脅 我看到這個程度有時候 你跟老師說 我一定好好做功課 可是不一定會這樣子做 像我研究的時候就是 你一直都騙我 他都答應好好做功課結果都沒有 可能就在後面 沒有 開玩笑 類似這樣 所以怎麼樣把這個訊息傳遞出去 那怎麼是你 你送口信給我成功出來 不要給自己威脅給你 我說你成功了 要騙我好不好 要保持等等 所以看這邊 這是一個Commignment的Device 你怎麼樣設計這個東西 這就要人家可以討論的地方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Device的哪些 黑社會的這個行為 一個人謝地就殺了小家 上禮拜我們看 有人去謝地又找他媽媽 他就把他殺掉 然後封住一次讓他 大家知道他死狀多殘 他這個東西 你看他都把人類拆下來之後 放在重袖上 這個東西其實他有一個隱含是說 他生前被人家折磨得很慘 他是這個訊息 你覺得他把這些東西拆下來 會不會很輕鬆 讓你就一刀把你長大 不會 他會把你折磨了 生過的事就是把你弄死 然後讓大家都知道 重點在這裡 所以這是一個苦心的威脅 軍備管是有相同的效果 像大國跟大國在競爭 一個大國一個小國 其實沒什麼好競爭 因為大國就不輕輕把小國給拿下來 恐怖的是大國跟大國逼死 軍事之平 他們都有飛彈對著對話 而且與老生保證互相混凝 這樣是要足夠的惡主義 讓他們兩國會死定 所以你看我講過一個例子 一個大國一個小國 大國有很多飛彈 為什麼小國還要去搞軍備 他飛機去搞軍備的目的是什麼 要讓大國覺得說 你是個小國沒有錯 我要拿你下來 沒那麼簡單 讓他覺得不是毫無成本 或是不太難去過 最目的就是提供一種訊息 一種威脅 所以我上次剛才講過 台灣跟 大概東方跟西方餐廳的那個服務 完全不一樣 理由就是因為西方的餐廳 他要給小費 但他就是有誘因機制 在那邊的方法比 給小費來要求服務員的態度好 更有效的辦法 老闆去旁邊聽 老闆不在 服務員就亂 可是如果老闆 給錢是吃飯的 那他自然就設計在這裡 你按多段小費 自然就對個人科興意 而且每一個人都這樣子競爭 服務的比作越來越高 有些人想不到一下 假設這一個餐廳 裡面很多服務生 是老闆不給小費 就不只沒有小費支付 或者是小費支收來之後集中 有沒有這一種 有啊 他那餐廳比較高 餐廳小費百分子 那集中來之後再分下去 那各位想想看 假設有20個服務生 不管是沒有小費 或者是小費的集中 我請問各位 這樣就是服務太多好的人賺 不知道服務太多差的人賺 差的人 因為你服務太多越好 你付出越多 你賺的錢越 你賺的錢都一樣多 你付出越少 就把你賺的多 各位聽不懂 聽公務員就懂 常說公務員的機制是相反的 公務員一個禮拜上班 是這樣子 每個禮拜都是固定 每個禮拜都是固定 假設公務員只有一個成績 每個禮拜都是一樣的 上班14個小時的 一個小時 他的禮拜就出14個小時 然後他請問各位 有沒有人上班24個小時 他上班時間14個小時沒有錯 有沒有人上班半天 另外半天就打互 有沒有有這種公務員 有啊 他上班之後 一半就回去上路啊 他們到時候 或者跟人家聊天啊 他各位就一個公務員 跟人家聊天啊 他一直問人家送一件 他一直問人家送一件 所以他就走來走來走來走去 他不是在送公務員 他都不能坐下來 那如果你的時間 你的基本就固定 你的時間越短 你每小時公司不是越高 所以當公務員 是應該努力認真的 還是應該打互摩 打互摩魚 打互摩魚 打互摩魚你性格就加倍啦 這很正常 所以你要去公務員 那認真努力 確實是不容易 並不代表說 沒有人 沒有人認真努力啦 還是 但是這樣都比較難 這邊有個例子說 在Chicken Game 很百般人的決心 Chicken Game 是一種印度的遊戲 他們在一條路上面 兩個人開車往前 就是開車向的對方開 這路只有一台車進貨 那他們看誰在最後 在最後的一個計算好吃 他要給你去 就看誰在最後一個把車開 開你這個道路 還是你這個模糊 你既肯在英文 你是模糊的一件事 那你要跟人家開車隊長 你怎麼來 你怎麼樣傳達訊息 你對方說你是不怕死 不踩煞車 你就把煞車碗拔掉 拔出來 跟對方投車碗 你把煞車碗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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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是這樣子 你可以用一條假的 你看 這個灑煞車碗在這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 你也可以這樣 你也可以這樣 你不厭詐 對不對 沒錯 還沒有別人 其實如果我叫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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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錯 如果有這種卡這個的話 你把你打給彈 你彈射 你這個就太複雜了吧 你如果有這個粉絲的話 就不用去搞這個遊戲了 你如果有這個粉絲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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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遊戲就是沒有錢的 你太搞了 真有錢就跟你拿生命開玩笑 對不對 客本的例子跟這個差不多 方向上是個好進步 好 答案 客本的答案是說 你把方向盤拆出來 方向盤拆掉 你不要再丟到外面去 你不要說這事沒辦法來 你自己過來 也是一招 都一樣 那種馬訓你彈力出去 我們從剛剛 上完現在 這整個賽者的過程裡面 我們談到的 都有人信任 直接的 或者你被認為它是 主流的那一面 也就是根本都是出賣對方 因為基於賽者 就明明會走到 球方不定上的角落去 但是 各位也可以知道 如果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做過一個 簡單的測驗 就是那個 最後空點的賽者 那一百塊的分法 大概都來幾個 回答最多幾塊 那個 那一個答案 所以 我一開始有講 這個書的作者 他雖然覺得 就是另一段書上的寫法 類似的 球方不定都是這個樣子 並不代表結果都是這樣 爸爸不要講話了 他這邊說 人們跟 人們希望被公平對待 否則另外獄罪 不會過馬熟 所以說 雖然球方不定的裡面 真的可能會基於自己動機 讓大家都受害 並不代表一點是這個結果 比如我剛剛講 我說 照講公務員 就應該不認真才對 因為他工作又不認真 他請就被告我 可是並不都是完全不死 也有一些好公務員 他們彼此是好朋友 每天都每天認真負責來做事 也會這樣 生意夥伴會同情 對方也不要心來 他這邊有簡單的意思 他說 他說 如果基於自力動機 這些專業經理人 都應該會 虧風公司才會 比如說有個老闆 他開個分公司 請一個經理人 在那邊主持 他可以靠房地人 照求犯困境的解釋來說 他一定會偷偷把公司 匯空讓他 局募還錢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人生物是一起 他如果考慮他未來人 真的 對外人的那個名譽 跟他是不是做事送進來 他也不敢辦 再者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那種 開會公司 只要是你讓經理人 你就把公司匯空 這樣子 現在沒有人敢開會公司 你就變夢多機會 因為每個老闆開會公司 都會被人家匯空 在一幾年都會把他 從頭被撕掉 所以因為這個理論 就可以知道 這個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做事情 他這邊還講了一個例子 他說1982年 英國跟納根廷 有福克蘭在地 福克蘭在地 但是英國 他宣稱他對福克蘭軍道有所謂 那阿根廷當然也是沒有太陽所謂 這早上是什麼 經濟價值或戰備價值嗎 幾乎沒有 福克蘭軍道上面都是海洋的大陸 可以拿來做肥料 就是合理 可是英國跟阿根廷出動了大批的軍隊 阿根廷前釋了幾個戰 那個 這個戰鬥機 然後英國派了艦隊 從英國開刀 阿根廷幫他跟他打戰 這個故事的結果 報章用什麼標題來講這個 講這個阿根廷跟英國的福克蘭戰役 報章標題說 福克蘭戰役是兩個禿頭的男 為了爭奪一把數字 所以說禿頭你需要數字嗎 不用啊 可是禿頭男為什麼這麼數字 因為禿頭男還要面子啊 他頂上路毛 他還是要把數字在這裡 他曾經演過頭髮 就是要面子 然後這當然是極端的意思 但是他要說明是 人們不是為了眼前的人 或者是表面上看得到 另一才的證明 面子也是很重要的 這面子就是包含剛講 你在要面子做事情的時候 真的是人格 真的是一個人的尊嚴 不是真的一個關係 經歷的人 是經歷的人 這是古文關子裡面 唐宋敏的重球論 欧揚修寫 我去美國上課之後 我也拿去講 中國的五點五卷 唐太宗六年 他把三百個囚犯 這個死囚犯放回去 眾喜還家 約其智慧於舊子 古文錄來是很簡潔 中文人白話很無情 集囚集囚 逐致歸不後者 這三百個囚犯說 譬如說 再過兩個禮拜 你們就回頭回來 因為你們都是習慣 兩個禮拜就回來救死 只要基於求犯困境 他們就回去還要回來 就說來不及 他們就去光 可是 他就說 你們離不去兩個禮拜 假設了 我剛剛都要多久 然後你就自己回來救死 時間到了時候 每個人都回來 沒有人不回來 那結果他就為什麼做 當然就無罪一開始說 你們這些都是改脫自新 就都放你們回去 你們就無罪了 開增彼此 是求死平衍 依其必來而眾之 是上則下之常 依其 必免而復來 是下則上之世 所以中文字有一個聲明 叫上下交將者 從這邊 這是他的典型 這個典型 互相猜對方的情形 給互相猜對方的情形 給互相猜對方的反應 就是給互相猜對方的反應 我們最次反應 太宜中知道這些球犯放回去之後 一定會在一起避來而送之 是他猜下面的情形 所以球犯猜 他如果回來之後 他一定放他回去 是下則上之性 這不是彼此互相猜對方的解法 這是不像是根本選的Rerror 互相猜對方的反應之後 自己選擇最好的解法 這是根本選的Rerror 你要是沒事幹活 你就把它做一個耳層的模型 回來不回來 殺他不殺他 你就被葛藍在死前 在哪裡 各位看 想不想 只是 歐陽修不是念數學 所以他不會寫錯過賽曲模型 不管今天Norbergine不是他 就不是National 但這個東西 不可以套到領域去嗎 各位講 如果你今天不學賽曲語 你看這個東西 會有賽曲的模型在腦海 不會 那你有賽曲的模型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套到領域 上下交響者 意思是幾個詞 所以 歐陽修現在確實有找到 他雖然沒有寫過賽曲 他說這個東西 如果人家跟他說 那你怎麼知道他殺人家交響者 很簡單可以做經濟實驗 這現在最熱門的實驗經濟學 他說怎麼辦呢 你縱而來歸 你放回去再看回來 你把他殺一點點 下次你再放放派 你再想看 下次你再放他回去 有人趕回來 在那邊有人趕回來 所以如果說你放他回去一次 放他回去一次 你把他全部都放掉 以為說這樣子就是 用皇帝的這個威信 然後來趕快老百姓 這東西只是求命而已 你要是能趕快的話 就是放回去 是不是要回來 殺掉 下次再放回去再回來 還再回來 再殺一次 你如果殺十次之後 再給他回去 還有人趕快回來 就算很厲害 混到十次了 一次就太多了 所以 從此之後 還有人做這種事情嗎 沒有 這東西不能做兩次 因為一次就夠了 還有人敢在做嗎 這是中國的故事 回頭來看 我們看了這麼多不好的例子 包括把人頭割下來 把你比同樣的族群 把小狗割下來 把肉票看掉 這都是例子而已 這都不是我們上課的例子 他說 人們的 caracteristics 你的個人的特質 可以幫助別人去解決 commitment的progress 人們通常都不呼吸 假設人們都是 囚犯困境 每天都被想著每天 充滿對方 那這樣這個世界又辛苦 還好不死 這世界上 你的個人特質 可以幫助跟你交往的人 認出你是哪一種人 中國和中國以來的 其實也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 你是誠意正先的人 你講話算話 自然就會結構這樣的朋友 這樣這群人 就沒有錯亂困境的問題 因為每個人都會想好想好 我不會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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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本來就是跟他害人 那你自然你的朋友 每個人都是害你 就是酒肉朋友 這個 無形保護黨等等 總之就是錯誤 所以 維持人對進步發展 不是技巧揮詐的手段 是誠實跟想法的態度 這是這本書最後的結局 這個章節最後的結局 他說只要 這個誠實的人們 可以彼此比較認出對方案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選擇性 誠實的個人可以 越來越多 然後就可以形成一股力量 在這個彼此競爭的社會裡面 成為一股 比較大的 群體 網路社會寫進 我不曉得哪個 教科書不會寫得這麼好的內容 那這時候不用再給教科書寫進 你去看所有的 經濟的教科書 都寫情報困境 都寫人類會去委面 因為委面都充滿對方 因為都要求滿困境 其實不然 這個書是到其中法維持 就是六個章節